有關於收信的部分對不對 那寫信呢 寫信也很重要啊 因為事實上大多數我不知道各位 平常你喜歡用outlook的原因是什麼 或outlook的原因 我們一般用線上的這種寫信 最大的麻煩是差在哪裡 信 一定要怎樣 寫完嘛 你要暫存 可以 但是有時候要找不同的東西 尤其是什麼 你有附件的時候比較麻煩 有附件的時候我們常常要等那個附件傳完 才能夠把信息出去啊那他在傳送過程 你就不能 離開他做其他事情 那我們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軟體 outlook,outlook,repress 那你就可以反正就丟進去然後就 管他的傳送引導引擎 所以 事實上你可以在 TML裡面啟動幾個部分 啟動幾個部分呢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哪個畫面借我一下 你看 你看這個地方 這裡 插入圖片 還有一個是附件 我好像找了 附件是本來就有的 好 你看一下我來寫 寫信 比如說我要寫信 好假設我要寫給雅如的話 有沒有這張馬上就出來了對不對 對 其實如果你把他的通訊錄有做好 他這裡面還有一個叫通訊錄的功能 你有整理好的話 以後如果老師您用的是那個Android的系統 因為Android就是 有一個Gmail的帳號碼 那他會把你這兩邊做結合 對對對 你在整理的時候相對比較方便 那我們來看 您的附件 像我這樣打進去了 您的附件的部分 你可以用這樣打 但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呢 事實上您用 Gmail的 那個Google的瀏覽器有個好處 比如說 我找 假設我在這邊 想要把今天的 好吧我都弄亂掉了 好 我想要把今天的這個 好比如說這個 檔案 我想要把它丟給他 那我就來這邊 用這個好了 你就用拖曳的方式來這邊 拉上來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一次不是只有一個 你可以多個 所以你只要會拖曳就好了 這樣你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簡單一點 第二個呢 你可以發現這邊還有 插入那個 純文字的 不是純文字的 表情符號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表情符號 對不對 你們的應該沒有 有嗎 我記得預設是沒有 那這個東西要去哪裡找 好事實上 在它的這個裡面呢 會有一些所謂的 研究室的功能 你看一下從這邊 有一個設定裡面 你可以找到右手邊 有沒有叫研究室 研究室 裡面呢會有一些就是說 某些功能它可能是先暫時 加出來的 但是 不是 每個人都有 可能就是你要自己決定要 或不要 那所以你看 我已經有啟用的有一些 研究室的功能 你看 傳送定封存 假設你這東西送出去之後 大概就 不會需要再 做追蹤的 你送出去就把它封存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呢 取消傳送也很重要 有些時候會怎樣 不小心 按到它就送出去 結果 記到不該記的 這樣就完蛋了 所以 我有 這個取消傳送的 也就是說你要送出去的時候它上面會有一個取消傳送你再按 哈哈 喔 然後呢 再來 你在郵件裡面 我也有預覽 如果它有地幅的話可以直接預覽 好那正式圖片這個我都有啟用 說個收件夾OK這個還好 再來 拖曳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但是像你剛剛看 我這個插入圖片有沒有啟用 所以插入圖片的話呢 有個好處 您看一下 我把它還原一下 平常各位 你要插入圖片 你要從這邊 直接 過來對不對 事實上您可以搭配一個東西 你用Google利用器有一個好處 你看 我今天假設我在這裡 接挺 我想要把它拍下來 您記不記得我們有用過這個 PickPick 來抓螢幕 畫面對不對 假設我想要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其實現在我常常是這樣做 一般各位 如果您的 郵件 有收到 他的附件是夾在圖片的話 請問您的做法是 點到那個附件 是不是要再打開 一般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你透過 你看我現在把它先複製起來 假設我這樣已經畫面抓完了 我來這邊 我是做一個動作叫做Ctrl加V 貼上回 有沒有發現 就直接貼在裡面了 我根本不需要把這個剪貼簿的內容直接存檔 我只要Ctrl加V貼上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變成你的 郵件 比較容易看得懂 尤其是您要給人家郵件是 有點要圖文解說那一種 很多人出文解說 我整個握著爬完 不是這樣 對吧 他覺得好像在握著裡面他覺得 比較來去自如 但是事實上你在 這個Gmail裡面也可以這樣用 這樣你再用就比較方便 那麼 你如果圖片進來的時候呢 你只要圖片 點到他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決定他的大中小 有沒有 我現在是原始大小 所以我如果要變適中的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變比較小一點 點到他 大一點 如果真的不要了你再按 點到他再移除就好 所以這個是 在我們寫信的時候可能比較特殊的地方 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至於說那個 這個副本命運副本這個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應該都是ok的 所以像我如果在這邊我要 傳送出去的話 這裡有一個傳送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取消 但是他大概5秒鐘不到啦 所以 雅路已經寄給你了 哈哈 所以大概是像這樣 所以你寄信的時候呢 事實上 還是有一些可以拿來用的 所以 有空的話你可以稍微參考 看一下研究室裡面的 研究室裡面 事實上研究室裡面有些東西還不錯 你可以看一下您自己的需求 因為 每個人的 那個需要不見得完全相同 所以您進到一樣剛剛的設定裡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 就是 一般 收信軟體 因為他是這個在去年推出來的 他說真的他功能很多都會不斷的推出來 所以 一段時間都不一樣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 這個 就是要模擬 一般的收信軟體 我們一般收信軟體是點到這個 下面就是預覽 所以有的人習慣這樣子 有的人是習慣這樣 那 我是比較不習慣因為我信件多 我如果 他只要看很久 那所以有些時候呢 他裡面有一個 就是用按右鍵的 按右鍵也可以顯示 這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因為我的信件多所以相對來講這個 這種方式對我就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您可以考慮看看如果您覺得 您比較習 習慣那種傳統的收信方式就用這個方式 反正你點到那個他就幫你做預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